一个佛做任何事情,他都是亲近 他是完全亲近,亲近两个字 他知道任何事都是空 知道任何事都是亲近 他真正佛在亲近里面 心性完全是亲近 但是他要随顺这个众生 随顺所有的众生行一切事 以他的大智慧来引导所有众生 做修行正确的道路 所以他每一种事情都转化成为亲近 把每一种事都转化成为亲近 这样子的人才可以不必修法 你能不能唱歌的时候也入定 你能不能跳舞的时候也入定 你能不能喝酒的时候也在定中 他任何事都是定 定 吃饺子老腹 他可以玩二十一点 他都可以玩 玩轮盘,玩什么他都可以玩 但是他在玩当中也是定 你能不能做到 你能做到的话可以不必修法 你不能做到的话,你还是要修法 他讲一句很简单的事情 你在舞蹈的时候啊 你随着这个舞蹈 随性去发挥 但是不管怎么样子舞 你的心都是不乱 都是在定中 你能够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舞 这就是讲定 今天你已经修出禅定中的最高智慧来了 你悟到空性 定于空 你身心在虚空之中 你可以不必修法 但是你跑到所有的分堂 叫所有弟子通通可以不必修法的话 他们会通通都变成凡夫 这样讲不知道你们清楚没有 当你的定力还不够的时候 就是要靠修法 靠禅定来悟到那个空性 所以这个弟子本身的这个说佛法是空 这一句话是对的 这一句话便没有错 但是呢 你要去修法去悟这个空 所以孙悟空才叫做悟空 他孙悟空孙行者 他为什么师父给他取一个名字叫悟空 就是要你叫你悟入空性 但是你是一只猿猴 你心不定 你做出来的事情 经常都是做错事情 所以师父要他悟空 所以师父要他悟空 你必须要进入定去悟空 那么你要定一定要靠修法 你没有修法不能悟空 那么你悟了空就可以不必修法 就是要叫你这样子的 所以孙行者他本身叫心言义马 心言就是指他 指孙悟空 因为他乱奔乱跳 心永远跟言喉一样 不会停止的 那你就是要悟空 你就是要修行 一直达到悟空的境界 这是师父给他悟空的这个名字 那么在我们人心言义马的时候 要用种种的方法去修 就是我们的修法